这个女人不简单,女儿生日她请来帅气的男模作为礼物,只为自己能趁机分一杯羹,整日花天酒地把女儿当空气,缺乏关心教育的女儿逐渐变得叛逆,终于决定以牙还牙,报复女人。 女人名叫安娜,她年轻貌美,身姿卓越,从小就有一个明星梦,二十岁那年,安娜不远千里去好莱坞追梦,然而当明星并不像她想象中那么容易,几年后她便向现实妥协,和一个制片人维持着利益关系。 不久后她便怀孕了,本以为可以攀上制片人,一路大哄哒子。 谁知生完孩子后,她就身材走行,再难出头,制片人也不再理睬她。 孩子一岁后,制片人又因心脏命突发去世。 安娜虽然丢了明星梦,但继承了大批遗产,她带着女儿回到老家,有了花不完的钱,她便开始整日享乐,与烟酒为伴,日子过得混乱不堪。 女儿米妮也成了她酒后控诉的对象,她觉得正是米妮的到来,断送了她的明星路,不然她早就红了。 米妮的童年过得气骨不堪,她记忆里只有混杂着烟酒臭味的屋子。 安娜总是带各种男人回家,甚至还占用米妮的房间。 随着米妮越来越大,她也丝毫不见收敛。 米妮对此敢怒不敢言,越来越不喜欢回家。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久,直到母亲遇见了约翰。 约翰是一个公司的创始人,多金又绅士,他们同在一个阶层,所以便有了联系。 彼此又很合适。 安娜抓住好男人自然不能放过,很快就和她结了婚。 然而,安娜的本性并没有因为结婚而收敛。 安娜的日子只持续了六个月,她就把约翰抛住脑后,每天出去参加派对。 安娜对米妮的关心少之又少,约翰也只是象征性地问一下她的功课。 这天是米妮的生日,母亲直接花钱,请了一个帅气的男模来为米妮庆生。 实际上,是她在打小鲜肉的主意,男模白天陪米妮,晚上陪自己,这生意只赚不赔。 谁知米妮早就猜到了母亲的打算,在男模上场之前,她就躲在生日蛋糕里面,衣着清凉,出其不意地从蛋糕里面窜出来,给了母亲一个大大的惊吓。 以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。 在这样混乱的生活环境下,米妮变得越来越叛逆。 她喜欢化浓妆,喜欢在公路上飙车。 她的人生信条就是,不顾一切,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 她想尝试的东西越来越多,这一次又想做一次援助交际。 她惊人介绍,见到了第一个客人。 这人是一个老头,秉承着职业道德,米妮还是硬着头皮去了。 哪知,男人一上来,就说米妮长得像自己的侄女,直接抱着她痛哭起来。 第一次特别之夜,就这样糟糕地结束了。 米妮不想就这样草草了结,便让中间人帮自己介绍其他生意。 这次的客人是一位公司高管。 米妮打扮靓丽,兴冲冲地进了门。 可一进门她就惊呆了,里面坐着的竟然是一项寡言少语的约翰。 她本想离开,可骨子里的叛逆又把她拉了回去。 反正出了事,也是约翰首当其冲,她决定报复一下母亲。 借着昏昏暗的月光,米妮蒙住了约翰的眼睛,神不知鬼不觉地做了该做的事,本以为可以这样轻松结尾。 谁知,米妮的车钥匙落下了,约翰赶来送钥匙,米妮自知逃不过,索性就大胆面对。 约翰见到米妮后先是愣了许久,然后便是深深地愧疚,怪自己平时对她关心太少,导致她误入歧途。 米妮却蛮不在乎,两人一起回了家,约翰还神色恍惚,从那以后,约翰对米妮的关心越来越多。 他觉得,是自己平时对米妮的关心交易太少,才导致她误入歧途,便开始增加对她的关心,还总是辅导她的功课。 然而自那一夜之后,她心里对米妮的感情已经变了,直到扭转不过来,索性就顺其自然了。 而且米妮也有这个打算,两人开始在家里眉来眼去,晚上趁着安妮睡着,约翰还会溜到米妮房间约会。 米妮对这样有挑战性的事情乐在其中,经常在安娜眼皮子底下对约翰说几句豪言壮语,谁知安娜发现了两人反常的举动后却更高兴了。 米妮有了约翰的照顾,她就有更多时间和男朋友约会了。 交流得多了,米妮渐渐了解了约翰,她并不像印象中那么讨厌,反而很有趣,贴心,还有些腼腆。 她大概是爱上了米妮,对米妮有求必应。 两个月后,两人都不再满足于这样的关系,他们都不想再偷偷摸摸。 约翰想离婚,米妮则更加阴狠一些,她想把安娜送到福利院,以解这么多年来,激压在心头的怨恨。 想要实现这个目标,需要确切的病情做支撑,比如出现幻觉,失去理智,对孩子丈夫的安全具有威胁性。 他们的计划很快就开始了,首先,米妮在安娜的饮食里放了置换的药物,每天又怂恿她彻夜畅饮。 几天之后,安娜的脾气变得焦躁不安,动不动就发脾气。 第二步就是让她怀疑自己。 这一天,安娜好不容易约到了业内最有名的健身教练,却突然找不到车钥匙。 米妮和约翰安静地坐在一边看着她发狂。 米妮趁她不注意,用她的手机给教练打电话取消了预约。 安娜并不知情,等她赶到约会地点时,教练已经被闺蜜劫足先登。 安娜的怒火一下涌上心头,和闺蜜打了起来,结果一只手臂骨折了。 之后,米妮又开始趁着安娜醉酒昏睡,用她的名义疯狂购物,连动物园的动物都买回了自己家。 别墅里充斥着各种动物的叫声和粪便味。 安娜每天一睁眼就是快递公司送来的东西。 各种奇奇怪怪的快递和随时会被摁响的门铃,刺激着安娜脆弱的神经。 第三步就是让她在公众场合严重势态。 在一个高端聚会上,安娜像一个醉酒的疯婆娘说了很多疯话,众人唯恐避之不及。 昔日的闺蜜也暗自嘲笑她。 安娜哪里被这样对待过,直接对他们大打出手,场面一片混乱,所有人都以为她疯了。 米妮和约翰只好装出无奈的样子把她带回家。 这下就有了很多证人,约翰觉得时机成熟,该把安娜送进疗养院了。 米妮则以为还缺少最重要的一环。 之后的日子,安娜又频繁接到恐吓电话。 她在大街上听到电话非常紧张,直接和警察打了起来。 安娜彻底生病了,她不再出门,整天把自己闷在家里,症状却没有因此变好。 她总是能看到家里有黑色的人影追着自己。 这一天,米妮和约翰出门以后,黑影又出现了。 安娜神经紧张,被吓得服了大量的药。 米妮和约翰回来时,安娜已经昏了过去。 米妮想置之不理,顺其自然。 约翰觉得这样太过分了,安娜还有呼吸,还能救回来。 她准备打救护车,却被米妮拦住,要是她自己吃的,跟我们有什么关系。 约翰觉得这件事已经快演变成谋杀了,然而米妮还是说服了她。 当警察和救护车赶到时,米妮表现得比谁都伤心,痛苦。 两人就这样,完成了这个天衣无缝的计划。 约翰本来就是一个万人迷,恢复单身后,很快就被一众女士追求。 安娜还尸骨未寒,她的闺蜜就抢着和约翰搭讪。 为了躲避这些人,约翰带着米妮出门度假,两人开始肆意享受二人时光。 然而这天,好巧不巧,竟然在泳池遇到了邻居。 他们只好装作普通妇女的样子,尴尬地掩饰。 但是约翰开始害怕了,在度假村,他极力表现出一个父亲的样子,生怕被邻居看出破绽。 没过几天,警察就怀疑到了他们的头上来。 两人赶忙串通口供,米妮表现得镇定自若,回答问题有条不紊。 约翰却掩饰不住自己的心虚,不小心露出了破绽。 因为害怕事情暴露,约翰开始抓狂,身上再也没有了沉稳可靠的气质,这让米妮非常反感。 他也越来越厌倦和约翰在一起,约翰精心打扮也勾不起他的兴趣。 他开始冷落约翰,转而和其他男人约会,经常夜不归宿。 这一天,约翰跟了上去,发现他正在舞池里和一个黑人热舞。 约翰很担心,却也没有干涉。 待第二天一早,米妮回来后,约翰开始语重心长地跟米妮说,至少要打电话回来,自己很担心他的安危。 米妮却觉得,约翰不像一个恋人。 实际上,他也不知道恋人该是什么样的,他从来没有谈过恋爱。 和约翰在一起,大概是他的第一次恋爱吧。 事态的发展,比约翰想象的更严重。 不久后,他竟在办公桌收到了一张和米妮度假的合照。 他非常紧张,胚掉了工作,开始寻找寄荐者的信息,却也因此得罪了几个大客户。 几个董事联合起来,吞掉了他的股份。 约翰数十年的心血付诸东流,他非常愤怒,挫败感和耻辱感瞬间涌上心头。 回去之后,在米妮的帮助下,约翰发现对面的邻居。 总是时不时往自己家里看,而那次度假时,也只遇见过邻居一个熟人。 约翰非常急躁,他几乎可以肯定,寄照片的就是邻居。 米妮极力安抚他,决定自己上门打探消息。 谁知,他一上门,就和邻居眉来眼去。 他还将自己和约翰的事情坦白了,这更使邻居放松了警惕。 凭着娇好的面容,他轻易就俘获了邻居的心。 两人在一起整整待了一个下午,邻居是一个金牌制片人。 米妮的目的就在此,他得到了参演电视台节目的机会。 然而米妮做的事情还是败露了。 这天,班主任找到了米妮,在场的还有警探。 班主任调出了米妮在学校偷药的监控视频。 米妮震惊之余,也已经编造好了谎言。 他说,这是安娜让自己偷的药,自己要是不乖乖照做,就会被送到加拿大的寄宿学校。 说着说着,眼泪已经流了下来。 这一招反课为主,把班主任整得也心虚了。 他怪自己对学生不够关心,赶忙帮米妮求情。 警探也打消了对米妮的怀疑。 但是约翰就没有这么幸运了,警察找到了他,演算了案发时的具体时间。 约翰经历了事业上的打击,本就心神不宁,哪里还能在如此严密的问话中做小动作。 他的谎言维持不下去了,不在场证明也很快被推翻,只能保持沉默。 但是他还在维护米妮。 与此同时,米妮也被交到警察局问话。 米妮可没约翰那么无私,他决定赌一把。 从警局出来后,米妮一脸泰然自若,自然地和约翰说笑。 回家后,还打开电视,让约翰看自己参演的电视节目。 节目是一个测试情侣之间忠诚度的游戏。 这对情侣说,他们决定各自保守自己的真结,直到结婚。 但米妮却开玩笑般地戳破了这个谎言。 她早就已经破坏了这对情侣,还详细地讲述了全部过程。 看着镜头里一脸受伤的女孩和满脸笑意的米妮,约翰气不打一出来,只问米妮为何这么做。 米妮笑着说,我只是想破坏他们。 约翰突然意识到,米妮有着超出年龄的冷血与恶度,他之前一直小看她了。 偏偏这时,桌上又出现了一张照片。 约翰长出一口气,终于决定要找邻居好好谈一谈。 米妮装出一副担心的样子,说自己前几天已经找邻居谈过了。 他牺牲了自己,换来了邻居的保证,他说过不会伤害他们。 这番话看似是安慰,实则是火上浇油。 约翰被激怒,直接冲进了邻居家。 两个男人大打出手,邻居一脸懵逼。 米妮也趁机拨打了报警电话,约翰用武力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,问邻居要剩下的底片。 这一幕,刚好被赶来的警察看到,邻居则陷入了昏迷,什么也问不出。 约翰自然被认为是危险人物,被判定为杀害安娜的凶手,蹲了大牢。 他在里面还时不时记挂着米妮的生活。 他不知道的是,早在那次问话时,米妮就已经把全部的罪责推到了约翰身上。 那场赌局中,他是赢的一方。 这天,米妮来探监,约翰还担心他会被邻居拿照片威胁,准备帮他找些人摆平这件麻烦事。 米妮看着一脸天真的约翰突然笑了,他惊讶,约翰为何还看不透事实? 他再也忍不住直接坦白。 照片是我找人拍的,在度假村有一个服务员,我只用了一个小时就把他拿下了。 约翰瞬间明白了一切,原来在那时,米妮就把自己当猴耍了,他愤怒又不甘。 这母女俩简直如出一辙,米妮甚至比他母亲还要恶毒。 而米妮还在不停讽刺约翰,他成功用自己的计谋帮自己脱了罪。 约翰听到真相再也按捺不住,向御警大喊,米妮是凶手,但是已经没人相信他了。 情急之下,约翰直接动起手来,被狠狠打了一顿。 这下,他又要多蹲几年了,米妮赢得了一切,他不仅继承了大批家产,还获得了所有人的同情。 在毕业典礼上,米妮更是以第一名的票数获得了上台发言的机会,他为自己做到了想做的一切而骄傲。 然而,他眼中的得意已经被台下的警探看穿,这名警探全程负责着安娜的案子。 凭着职业的第六感,他发现案件漏洞百出,这个女孩也并不简单,他仍然执着地寻找着真相,等着真相大白的那天。